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在大洋的彼岸 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科学儿女 已经完成了学业 正在整装待发 他们仿佛不约而同的 听到了祖国母亲的召唤 曾在美国进行火箭研究的前学生 在被美国政府整整软禁了五年之后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 他克服千难万足 最终成功踏上了回国的轮船 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曾说 我宁愿枪毙他 也不愿意让他回到中国 无论在什么时候 前学生都只五个师 前学生的归来 使中国的导弹事业迅速跻身世界前端 26岁的娃娃博士邓驾仙 从美国回来了 那是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九天 很快 邓驾仙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的电机人 与核实验的组织者 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先后在他的手中爆响 人心名回来了 别看他衣着普通 却是中国卫星运载火箭 发射场 测控系统 地面通信 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 人称总总师 彭桓武从英国也回来了 他的导师 著名的大科学家波恩称赞他说 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 永远朝气彭博乐观向上 彭桓武说 回国不需要理由 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王干昌从德国回来了 每一次核实验成功的背后 人们都能看到王干昌的身影 王大恒也从英国回来了 从他离开祖国的那一天起 他就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 陈能宽也从美国回来了 保笑祖国为自己的国家 尽一份责任 是他的阴阴期盼 已经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郭永怀 也回来了 他说 国贫加穷 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我要回到祖国 同人民一道 共同建设 我们美丽的深河 回来了 他们从世界各地向祖国走来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们从世界各地向祖国走来 汹涌的大海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底下的繁华留不住我们的心 为了寻求科学的光芒 我们走过千里万里路 蹚过千条万条河 只因你的一声呼唤 亲爱的祖国 我们回来了 我们有赤子的热血 灿烂的青春 我们有千番脆火的智慧和勇气 为科学求索的青年人 日夜思念着祖国母亲 妈妈 我们回来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